我是赵康欢迎来到 TVB 赵康战情事 在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 沈富雄委员 赵逸祥议员 蓝轩小姐 苏清权委员 侯茉卡委员 陈士宣议员 好 会经理的副手WATS 说跟两岸都很有渊源 年轻时候诚意来过台湾 到大陆交苏 度蜜月 很多次访问香港 但是又很长期关注 大陆跟香港的人权的议题 他虽然常常批判北京 但他还是认为中美不应该对立 批判归批判 那么基本上合作归合作 范斯川普的副总统 去主动出击 来骂贺锦丁他们 贺锦丁团队就说你是weird 怪人 奇怪 讲话很奇怪 另外反正最后的黑资料都会挖出来 现在他的黑资料都会挖出来 说29年以前他当老师 一天晚上酒驾超速 而且超速蛮多的 就是说当时速线是55英里 他开到96英里 等于是每个小时154公里 超速被警方拦下来了 然后酒测0.08是最高线 它是0.128 多数也将近50% 非常刚刚喝酒喝的不少了 警察说有浓浓的酒测味道 后来他就离开学校了 他也 这就戒酒了 对 也戒酒了 但是也离开学校 他其实上次学院就被人家挖出来了 这种事情瞒不住的 他的讲法是说 他已经得到很大的教训了 而且他戒酒了 从此就不喝了 31岁从此不喝酒了 另外川普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是这个人 我超激动的 我非常激动 他是聪明版的贺锦丽 相当于Sanders Sanders也是一个被认为在民主党里面 相当左的人 不过大学生很喜欢他 他说 WATS在移民问题上很软弱 非常沉迷于跨性别 他们会让这个国家走向共产主义 这两个就是共产党 美国就变成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 贺锦丽为什么不选宾州这种夏皮洛 而去选WATS 说让川普的一部分盟友如释重负 因为照理讲应该选择一个摇摆州 这个WATS的民主党州 本来就是贺锦丽的州 所以你不选他也是你 这个WATS是主打劳权绿能 那刚好是川普的对立面 另外也有专家说 贺锦丽犯下选战的第一个错误 就选了WATS当副手 所以看起来这个看法有不同 我们看一下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以及密西根州 都是力挺民主党曾把拜登送进白宫 不过共和党川普阵营开始攻击华兹 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后到中国教书 跟中国关系密切 甚至暗示他是中共特务 然而日经亚洲指出 近年华兹对中国立场已转趋强硬 在国会议员期间 支持多项批评中国人权纪录法案 并与西藏精神领袖 打赖喇嘛香港民运人士会面 另外根据路透社最新民调 贺锦丽获得越来越多黑人选民支持 七月份已有高达七成黑人选民 愿投给贺锦丽 川普只获得12%的黑人支持 不过白人选民方面 多达50%愿投给川普 只有36%支持贺锦丽 路透分析双方竞争 人不相上下 美国的黑人其实比例很少的 只有11%的黑人选民 白人是72% 当然未来的新生儿 白人已经是少数 现在白人还是多 但黑人的11%是很关键的 特别在摇摆之后 很多关键的时候 不要看那11%倒过谁 谁多一点谁少一点 就会引起到选举的结果 老师怎么看 Vance第一天被提命的时候 我看错了 我认为这么厉害 这个川普提了他 因为这个人有故事性 而且出身不好 但是他一生的转折 又写了卖座很好的书 所以我觉得这个提了 但是我这种感觉 这种错误的判断 只维持了一天半 后来我觉得他不行 因为这个家伙是一个白人里面 非常自大 非常自以为是 而且讲话就是说 只有你们买丢而已 白人都不用说 所以自从贺锦丽提了Waltz以后 Waltz以后 川普的团队当然尽力修理他 说他是左派的左派 还有就是把中西部 看成只有牛跟石头 要把中西部加作化 但是你看他们骂的内容 是没有实质的内涵 你如果这个Waltz是左派的话 我觉得他没有民进党左 他跟民进党相比 虽然民进党的左也是假的 但是我觉得他的左 因为他所有州长他落实了 他比起美国的右 他是左 但是务实派的左 那Waltz的一生的做的重要事情 这个意思当国民兵 18岁就去当了 当了20年 第二个人回来教中学的时候 还兼了美国足球 美式足球的教练 还拿到四座奖牌 这两个行业都表示什么 他不是精英 他不是美国人 社会里头的秀义分子 他到底有没有大学币 好像没有 都没有提 但 朱立大学 不会有到高中教书 应该是有这里资格 好像也是在当兵当中 是补起来的 所以他这样的人 美国一般现在民主党 最缺的票里头 最能够认同 这个就是Uncle Next Door 就是我邻居的那个阿伯 就是说他出身不好 靠他拼就拼出来 两个头路都是 破是人才会去做的头路 而且他口调也不错 所以今天川普阵营说 我们输了一口气 原来你是跳这个那么顺利的 不是跳那么弯的色皮罗 但是这个差别在哪里 因为宾州是比米尼苏打摇摆 比米尼苏打本来是 民主党比较稳的地方 而且宾州的选举人票 比米尼苏打多 所以你抛弃了小皮罗 而来救米尼苏打的州长的话 你这个相对选举人票的 一得一失的话 你这个风险比那个大 我不太相信 因为现在刚刚开始 如果这一队 如果领先了以后 其他周边的包括宾州 都会投过来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现在我是看好贺锦丽 但是很多最近的民调 摇摆州 川普都还有一点点领先 不过刚刚开始 刚开始 但是你川普骂人家 你说贺锦丽 你一向都说你是印度人 怎么一下子变成黑人了 贺锦丽很客气 贺锦丽说你要说这个 当面我们来辩论 我告诉你 其实他不用讲 他说老师告诉你 我爸爸是黑人 我妈是印度人 这是我的优点 你看不双快一下 对不对 这个就当面对决了 这个是优点而不是缺点 这个Wass在民调州当州长的 政绩还不错 政绩不错 他特别支持劳工阶级的家庭 另外大量投资公立学校 职讯托儿所 而且通过给劳工 代薪家庭照顾假 代薪请病假 支持工会 而且他说2040年之前 民调州的要达到100%的捷径能源 这很不容易 去年他减税减得非常多 是民调州的有史以来 最大的减税措施 共和党其实都知道 过往本来就是减税 民主党本来是要加税 他去民调州要减税 而且还有 这个州还有好几十亿美金的盈余 他也资助学校免费午餐 然后让交通运输能够更复合环保 等等还有提供各种住宅 他今年61岁了 手中从来没有股票 他当选州长以后要搬进官邸 所以他把他故乡的房子卖掉了 你想他房子值多少钱 新台币900万 新台币900万 你让他有人听听看 不过华伦巴菲的房子也是旧的 来 议响 其实我觉得至少贺行李去提你这个 之后 我觉得整个团队的动力回来 现在我觉得确实 这个川普真的应该是满紧张的 因为看到现在无论是媒体的报道 无论是这个募款的能力 无论是议题的掌握 甚至于现在网路的声量 似乎都比较导向这个 贺行李这团队这边 其实我们看到全国的民调 过去都是川普领先 综合起来 其实川普大概都是领先 一到两把幅度也很小 但是就光这几天纽约时报 去综合了几家 美国比较具有权威的民调公司 说贺行李开始领先了 而且是领先1% 甚至还有民调 个别民调做到说他领先4% 48比44 但综合之下是领先1% 摇摆州的部分 确实也开始有一些调整 但我觉得讲一下华赤 这个我觉得满特别 因为现在纽约时报就写说 为什么去挑华赤 因为刚刚提到了 他第三名 本来心目当中 大家本来想说会挑宾州的州长 宾州州长 这个宾州对于民主党里说 是非赢不可的 你没有赢宾州的话 你很难想到任何办法 可以获得总统的选举的胜利 所以因此为什么去挑华赤 结果他们说 这个贺行李去面试华赤的时候 问他几个问题 华赤首先跟他说什么 他说如果你选我的话 你要教我怎么用读稿机 我不用读稿机了 从来没有用过读稿机 贺行李觉得这很真诚 你说话是来自心里的 并不是事先准备好了 我们可能认为说 没有读稿机有点危险 但是他是觉得说很棒 因为你说话是大家可以听得懂 说话是真诚 但第二个部分 我觉得这可能贺行李认为很重要 华赤跟贺行李说 我不想选总统 因为过去可能会造成说 总统副总统 可能都有政治企图的一些压力 对不对 所以特别贺行李团队问他说 你未来的政治企图是什么 他说我是辅助你 我并不是要选总统 他们就说相对宾州州长 宾州州州长是有政治企图的 他是摆明想选总统的 所以大家担心说未来可能会产生这个冲突 但再来我觉得蛮有趣是这样 他们认为他的背景很特别 因为他背景当然刚刚提到 国民兵当过高中的社会科学老师 当过这个所谓的教练 其实是很基层出身的 所以大家认为说 可以对美国中部中西部有吸引力 大家认为说刚刚这个大佬提到 Uncle Next Door 隔壁的这个阿伯 大家觉得很有亲和力 但是我觉得我们从台湾大概关注的部分 是他对于中国对于台湾的部分 事实上他过去在中国教过书 对中国是蛮熟悉 大家可以看到 包括他在选举舞台上 他是用这种方式跟大家道歉 这个我觉得是有点亚洲文化的象征 但是过去他确实对于中国民主议题 对中国人权议题相当的关注 包括过去他当国会议员的时候 有支持2017年的香港民主法案 甚至于有跟这个达埃喇嘛 跟这个黄之锋等等有见面 甚至于当时还有呼吁说 中国要尽快释放这个刘晓波 我觉得蛮特别是这样 他在天安门发生之后的五周年结婚 当天结婚 他说他刻意选这个日子 因为天安门对他说印象太深刻 所以他因此选择 他结婚纪念日就是六四当天 所以可见啦 因为贺锦丽他多数认为说 他的外交经验并不是非常丰满 所以是不是华智的加入 包括过去他有国会的经验 包括过去他甚至于了解中国 有参与中国不同事务的一些经验 会不会对说整体民众 对这个贺锦丽跟华智 这样子的一个选票有加分效果 我认为是有 把这个外交元素把它填进去 所以我认为整体而言 现在刚刚到老师 选举还剩三个多月了 有可能会有其他的变化 但目前动力 选举的动能 应该是在民主党这边 不过他因为当了24年的兵 士官 有没有拿出来讲 他做过24年 他后来退役的时候 他的阶级叫做指挥士官长 士官长 但是不是军官 士官长 他是指挥士官长 结果这要到伊拉克的前夕 他突然退伍了 不要去伊拉克 然后突然就走了 说退就退 就搞得接替的士官长很生气 所以每次选举 那个接他 指挥士官就专来骂他 所以他是个不负责任的家伙 把我搞得焦头烂耳 为什么 他跑了等等 所以这些选举的时候 这些事情都会被他专台 他也承认 他上次选举的时候他说对 他说我当兵 我从我当兵得到的 原本别人得到的多 我后来的所有的这些事情 都是因为当兵给我的 他承认他从当兵获得很多 另外现在有四个关键州 川普还是领先的 什么叫摇摆州 其实美国五十个州 其他州不必看了 就看摇摆州 宾州 威斯康辛 北京州 尼瓦达 米西根 Georgia 亚利桑 这七个就叫摇摆州 在摇摆州里面 那么川普在四个 在Georgia 在Arizona 在Nevada North Carolina 都领先 那另外在大州 宾州 威斯康辛州 密西根州 大州 平 大概打平 情况大概是这样 休息一下就会了 好 老共现在又这个 他前阵不是搞一个逞读 台独他要惩罚22条 最新的禁读 你怎么发表了就没事了 有 他公布 十个人叫做台独名单 苏贞昌 游锡坤 吴钊燮 萧美琴 顾立雄 蔡奇昌 柯建民 林非凡 陈娇华 王定宇 公布了十个 而且这边还可以举报 他还说可以举报 你可以举报到底随时才读 倒是一队能乱举报一通 这个学者是说 这台学者说对老百姓融合 对分裂势力下重手 对老百姓可能放什么 胡姓士官回台湾等等 但是一方面又下重手 路委会 你这样对两岸和平 没有什么好处 这是良心互动吗 这不是良心互动 你搞这干什么 路委会去骂他 他们在白宫有记者去问白宫 说老共要惩罚台独 那你怎么看 白宫还是那一套 新闻秘书说一中政策不变 基于台湾刚需法 依法三公报六保证 六保证的一中政策 然后这是我们跟中共的 一中原则不同 我们是一中政策 还是老掉 反正就讲这一套就是了 就民不对题 小美军他不要回答你 53月生日 然后说他吃披萨 然后配这个香菜蓝莓起司 这我没吃过这样的 蓝莓起司有了 这再加个香菜没吃过 好那么许悦台湾平安富饶 那另外呢 这个被列为顽固分子 陈娟华说我不会害怕 王定宇说 郭台湾想干嘛 由他去吧 爱干嘛就干嘛 那另外呢 蓝莓也认为不对 说互贴标签 不利于两岸的沟通 那白银是严厉谴责 不应该这样子 不应该各种形式打压 那另外呢 这个郭台湾呢 搞这个台独封城榜 名嘴也说来 换一招吧 老这一招 老这一招没什么用 好那么今天任内第一波 晋升将官这个赖心得 他跟每个都去握手 然后再提中华民国 跟中华民国 互不隶属 你是你 我是我 等等 好我们看一下 那我是狮子座 我也是猫科 那希望天底下 所有的猫 也都要继续为自己 家里面的猫 小孩贡献罐头 还有好吃的东西 但是也要祝福 所有的爸爸们 不管你是照顾猫 或是照顾自己的小孩 大家福气节快乐 这祝福会不会也对自己说 因为狮子座的副总统 生日刚好就在猫咪日的前一天 脸书晒出特制香菜蛋糕 骁美琴更许愿台湾天天都是世界金牌 只是生日送礼的还有大陆国台办 打开中共国台办网站 有个新浮动板块 跑来跑去 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 是个大字很醒目 点进去是个新设的网页 有份战烈的台独顽固分子清单 有副总统肖美琴 钱格奎苏贞昌 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等10人 副总统国台办网 你置领在台独专区 喜欢这个礼物吗 我们的民主体制 我们的宪法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一样 硬要把台湾混淆成中国的一部分 不仅违背事实 而且昧着良心 至于国台办想要干嘛 就由他去吧 当作是光荣勋章 予有荣誉 前时代力量立委陈娇华 也在名单内 实力发文算 国台办是没有预算了吗 台独分子绕行 国台办网页像话吗 而把网页持续往下滑 也新增两个栏目 分别为举报清单 在列了台独顽固分子 线索和罪行 以及举报犯罪严重的 新台独顽固分子 点进去则是有个email 欢迎大家来当廖北亚 这样的做法 只是对两岸交流互动 制造更多的障碍 对促进两岸良性交流 没有任何好处 不过随着国台办 这网页和举报系统上线 以台派的思维来说 争先抢上台独金榜 提名大赛 恐怕正式开始 来看台独名单 这个中国共产党 对台湾的 应该还要再更深入 了解不共 如果要玩像美国那种 长臂管辖权的话 美国的CIA可以坐直升机 然后到巴拉玛去抓他的强人 抓回来佛罗里达 给他审判 就把他关起来 你这长臂管辖权 你要像美国这样发挥的淋漓尽致 你如果天天在那边喊 在那边喊 一直弄到最后会疲乏 王定宇这样消遣他们 也是刚刚好而已 所以应该是换个角度 公布跟中国大陆和好的这些人 第一名一定是赵少康 第二名搞不好是我 你第一名你第一名 所以 他经常交流什么 不出来替渔民争取很多福利 所以这个 我觉得最近他们对我们 这边的基层的想法 跟我们的这些反应 还是不到 这是我的看法 门凯 整读22条 然后再来公布 所谓的十大独派台独名单 我们想请教 这十位会去中国大陆吗 如果说不会去中国大陆 请教中国大陆这一方面 公布到底达到什么效果 除了说让这一些绿营的人士 拿来变成是光荣的勋章 然后并且更加的觉得说 他们是中共认证的 这个台独代言人以外 其实没有任何的效果跟意义 举报系统更是无聊 难道我们台湾2350万人 国内我们会有人 去做举报的动作 所以说其实中国大陆 我认同刚刚苏委员的讲法 就是说对于台湾 内部民主的一个状况 其实他们是了解不够透彻 或是说他在做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特定的单位 想要跟上级来做一个交代了事 有次长级的人士 因为最近立法院休会 但是我们还是一样 来持续的沟通一些政策 次长级的人士就到办公室 我们就在谈 我也讲 因为过去我在交通委员会 我很注重观光 观光旅游住宿餐饮发展 等相关议题 其中大陆两岸之间的观光 到底有没有可能 有春暖花开的时候 这个次长级的人士跟我讲 是说原本我们是有计划 想要进一步的有善意 但是因为中国大陆那边 放出所谓的这个 成都22条之后 我们又往后退了 我说如果说真的是 如同你刚刚讲的话 那这样很危险 什么危险 就代表说两岸 其实没有私下沟通 就民进党政府现在跟中国大陆 对岸是没有私下沟通的管道 所以说才会变成是我们 如果说真的有想要 释出善意的时候 我们不清楚说 对岸不清楚 以及我们也不清楚说对岸 会有所谓的成都22条 的一个公布 那这样变成是两方面 都是看到新闻报道 媒体报道之后 我们才知道 对方进一步的动作 那这样就如同恶意螺旋 你强一步 我强一步 就越来越往恶意的螺旋走 那就没有办法有沟通互信的机制 我们当然是期待的是说 两岸如果说真的能够 和平稳定相组的话 会是大家彼此有默契 越往好的方向走 所以说其实在这个节骨眼 就变成是现在民进党政府 是不是也对于中国大陆这边 真的没有私下沟通的管道 或是双方可以互信的管道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这一些管道 其实重点在避免什么 就是避免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上一段节目我们谈到 是美国总统大选 还有三个多月结果就要出炉 民主党或是共和党 其实两边的中等候选人 他们现在都在比一件事情 之前我们也讨论过 就比谁对中国大陆更加强硬 因为美国人想要看到 现阶段美国的主旋律 可能是这样 所以说都想要看到这个部分 但是重点在于是 美国他有实力 有能力 他们的地理环境 以及内需市场 他们都足够有底气 去跟中国大陆拍板 并且越来越强硬 但台湾毕竟是在中国大陆附近 而且我们现在的两岸关系 真的有办法说越来越强硬 到有擦枪走火的可能 最后只讲 就是说美国总统大选 因为我这一次跟江锦臣副院长 去欧洲走了一趟 我们也跟欧洲的很多的 不管是国会议员有时候交流 当然在交流过程当中 就遇到了拜登总统 他宣布说他不参选2024 所以也都谈论到美国总统大选 我们到最后都会提到 那就三个结论 我没有办法说死 但就说三个结论就是 第一 大家会讨论是说 到底美国现在准备好 接受一位女性总统了没 这是第一个部分 因为2016年 有女性总统参选人 但到最后他没有当选 2024年美国人民 有办法接受一个女性的总统吗 第二 在这一次的2024大选里面 看起来还是川普的喜好度 跟反抗度的一个对决 以及第三 无论是到最后民主党 或是共和党当选 可能差距都不会太大 那如果说不会太大的情况下 美国未来也势必要有一个 阵痛企业也好 或是说磨合企业也好 让国内 美国国内的这个两边族群 不要对立的如此严重 所以下一条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